巨楼布甲和暴力郭郭 这俩PK到底谁能赢 今天康康带你们安排 我们先介绍一下巨楼布甲 它属于布甲科 头部有硕大的口气 全身领甲覆盖 我们这只巨楼布甲长4厘米 生性凶猛 一看就知道绝非一语之辈 我们的巨楼布甲已经准备好了 话不多说 直接上郭郭 刚见面犹豫了几秒之后 这俩就开打了 巨楼布甲和郭郭 他们俩的最强武器 都是像大钱子一样的口气 所以这场比赛是硬碰硬 就看谁实力更强 在一轮硬碰硬之后 巨楼布甲占据明显优势 郭郭有点受伤 巨楼布甲了解它的人都知道 这货有个特点 就是喜欢不断挑衅 不断挑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以为郭郭凉了 我就去洗了个手 结果回来 让我大吃一惊 郭郭竟然站起来了 就像从未受过伤 就像从来没有受过 巨楼布甲一直挑衅一样 他勇敢地站了起来 这一刻 我决定做点什么 于是我给他喂了一个面包虫 救下了他 大家好 我是康康 每一期视频 我都在用心去做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期见